大家好 歡迎回到芒香編輯部的直播節目時段 今節繼續有我黑粉許傘 另外也有我們的知心黑粉伊德台陽 各位粉絲爸爸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按讚我們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點幫忙推廣給其他人聽 讓阿瑪的語音流出 讓更多人知道驚天動地汽鬼神的說法 到了老公的說法 就是關於可伯 我們這個時段要再說 可伯又借何馬的微信錄音 因為可伯其實也覺得自己有粉絲 有人支持他 有粉絲 他覺得有的 所以他開始玩了一份 現在又說一些關於他的小孩的事情 可能可伯覺得自己很慷慨激昂 但我覺得有時年輕人這些任性的事情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不如大家直接聽聽聽 記住聽就好 不要說批評他的小孩 就算他小孩做到什麼都好 過去是怎樣都好 我覺得總之今次 落起這四百五十萬 是非常之對的 沒錯 非常之對的 一起聽聽阿瑪伯有些什麼說了好嗎 這個這樣的大女孩 哎呀 好啊 嘩 英俊到 怎樣啊 說什麼啊 說啊 好 我是何伯 我身體很好 多謝你們的軍心 最重要大家身體健康 拜年那樣的樣子 這個衰何麗欣 他不知道那件這麼久的事 那時候我忘了他拖著的時候 還有他打麻將的司律 想帶他去深圳 落了他的 不愛他的 剛剛我發覺了我阻止 還留他那條狗命而已 是的 不知道這麼不客氣 早就叫他落了他 就沒有這些錢 這件事搞出來的 嘩 嘩 他還有說 我還有一件不記得說的 他那時候讀完書 出了來 沒有拿過一毫子回家 他根本跟著那個阿威 男朋友說離家出走 去人家天堯村住了幾年 才結婚 哪有錢拿回家呢 他死手 我們死忍難忍就忍住他 這件事是這樣的 離家出走的 很少事而已 是嗎 老實 就算你說是離家出走 又說什麼 那樣那樣 不拿錢回家 阿可伯 我看到你們 五個小孩 和你 和各位亡妻 一起很開心吃飯 拍照 去玩 在東張西望出現過 如果你這麼咬牙切齒 這個小孩的話 那怎會又跟他這麼多事情玩 這麼多事情搞呢 也有阿威的電話 你有的 其實離家出走 你不知道他在哪裏 其實你不知道他在哪裏 怎樣叫離家出走 所以他相當像 現在又數出來 即是說 本來沒有打算帶你來這個世上 本來是不要你 即是他現在數回來 就覺得 哎呀 早知不要阻止他媽媽 有得他不要要這個小孩就算了 看來他真的很討厭那些小孩 現在是生氣到 什麼壞事都說得出口 現在他的情況是 那你說什麼 阻止亡妻去不要小孩 這些事情 你現在讓小孩知道 有時候 即是那個年代來計 你之前已經生了四個 那第五個 還要不要呢 有些人可能想 究竟 家裡是否負擔得起 有些人可能會有這樣的考慮 也不頂 不過 老實說 阿坎白你也有份的 你有份做HAPPY白的 其實最慘的是 不要小孩 承受身體的創傷 以及心靈的創傷 以及陰影 最大最大 真的是女性方面 現在 就撲出來 說到自己 就好像很偉大的 那些 有什麼阻止 還是怎樣的 如果你真的叫偉大 是真的叫負責任 我覺得 你一早應該要扎他才是 他也沒有 自己也沒有責任 可能又沒有穿雨衣 沒有穿雨衣 沒有包教 現在這樣 回頭 我覺得 作為一個老爸 你要去到多憎恨 你的子女才能說出來 好 我們先說一些聽眾的留言 很多女性的聽眾 都相當之生氣 聽到 YM說 小女那麼壞 你又跟她開聯名戶口 厲害 突破盲場 對 小女結婚後 可能是阿威 有女婿的電話 為什麼會有她的電話 如果你這麼討厭這個人 或者是對小女兒 這麼討厭 你沒有理由 跟她有這麼多接觸 甚至是阿威什麼什麼 女婿的 至少 你小女 也有一份 不錯的專業 職業 大家都知道她在哪裏工作 也帶來東張西網 去工作的地方 樓下 然後再打給阿威 就是那段很經典的那一幕 又說她沒有付錢家 老實說 可白 你年輕的時候 你會賺到錢嗎 你沒有付錢 即是你的家 或者你的弟弟 有她的難處 所以就沒有付錢 無論如何 有沒有付錢 有沒有付錢 家裡也好 但又有趣 為什麼呢 一個這麼壞的 你口中的小女 另外 兩個她的姐姐 又肯跟她聯名 一起天水圍單位 為什麼會給她一份 為什麼會給她一份 是不是 之前關係好 也有 如果你說到她 又這麼壞 又不付錢家裡 又這樣又那樣 又這麼壞 另外那兩個 她一定不肯 根據可白的版本 就說她沒有付錢 去那層樓那裡 一元都沒有付錢 但又不知為何 就還給她那個業權 如果是一個這麼壞的人 這兩個姐姐 就一定不會接受 你從來沒有拿錢回家 現在你想分一份 可白說的那些話 根本都不是這樣一回事 過往來說 明顯是大家的關係很好 但就是因為這四百五十萬 可白就是 不知道是否無名方形 還是什麼 現在是極之憎恨這些子女 而憎恨到 是想他們死一樣 你看到他們現在 可白是多麼瘋 還有就是 究竟要下多少藥才令可白這樣 我認為 因為河馬也有很大的責任 每晚就在床邊枕頭邊 不停地說可白的子女的壞事 所以才導致可白瘋成這樣 有機會 可白聽到我們這一節 有聽眾愛麗斯就說 口心說 一個父親這樣說自己的親生女兒的事情 好惡毒 這位老先生每天都作口業 認為自己這樣這樣 為自己晚年就不得好過 我真是作惡業 到接近八十歲 何苦令到家人受恥無謂的苦 萬半帶不走 唯有葉隨身 何老守口守心 哎呀 我也是那句 你自己有份製造第五個小孩出來 就算你說是我勸著 所以才能保住她的命 還說用狗命來形容自己的小孩 我想 你是狗 你不是狗吧 你不是狗吧 他小孩就是狗公 狗吧 狗公 狗吧狗公 這麼壞格的說話 你都說得出 什麼叫狗命呢 你從小看到他大 就算他什麼離家出走也好 跟著人哪裏住也好 你教出來的 是的 你有責任的 沒有做 不能夠推給他 對嗎 老實說 很多家庭 尤其是小孩到年輕時期 當然會有反叛期 反叛期有些會到成年都有 或者大家的溝通一直都很惡劣 離家出走便分開住 其實嚴格來說 不應該說離家出走是分開住 分開住便少些爭辯 其實都是一個解決爭執的辦法 不過他覺得這個是離家出走 不過他還有一點就說到 小孩沒有拿過錢回家 你這個老爸這個可白不是說賺到錢嗎 那為什麼還要小孩拿到錢 有時候是貪得無厭 一百幾十給你買東西吃 我都覺得OK 那有沒有給過還是怎樣處理 我們不知道 一家不止一家事 但是如果你去到這麼惡毒 去說過子女的話 我覺得真的太過分了 也看到聽眾也有說 不過說回一個位置 要補充就是 就算這個女兒 你說到有什麼離家出走 又跟了阿威在哪裏同居 什麼什麼 不如起碼阿威也有負責任 跟你女兒結婚 是不是 沒有說飛起她 然後又不知道怎樣怎樣怎樣 我覺得 又沒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我擔心 有些人聽了這段聲帶 會覺得她的小孩很有問題 聽起來好像很有問題 但實際來說 又不覺得有什麼大問題 只是跟阿威提早了共父同居 然後再結婚 有沒有小孩我們就不知道 也沒有負責任 想要儲夠錢才結婚 你說是不是 這些 這樣說 我們都是 在兩下小孩 我又倒過來問 這幾年你有沒有給過什麼幫助她 我就這樣問你 當然 我們西方世界有些不同的想法 如果是我弟弟哥出去住 就出去住 但是華人世界我不是很了解 不是那裡套生套獎 我是這樣看的 怎樣也好 就是你有沒有份 你也是製造了第五個小孩 剛才這樣說 還有你家醜不出外傳 那你又不是 全部都糾出來 又不知道做什麼 是呀 不知道為什麼 你只是想廣臭這幾個子女 然後等他們 會不會延伸 還給他們那些錢 你不給我 我就越說越多 不過老實說 沒有人認識她 沒有人認識她 很多人不認識她的小孩 是怎樣的 就算你說到幾十惡不捨 我總之 都會覺得她這次 落起這四百五十萬 是正確的 就是這樣 我也同意 不如這樣 我們今節也說到 大致上 這個位置 讀多幾個留言 我們今節就差不多了 好嗎 Angela說 那個小孩 每次都跟爸爸去覆診 這些 就不是錢 能夠做得到出來 有錢 也未必肯 如果有錢才肯 那就沒意思了 Monica說 坦白被河馬下降頭 其實也不是降頭 她自己走下去 就沒辦法了 有位阿汪說 坦白就是大話精 完全不可信 所以她這樣說 我也不會叫她信到十足 你說她沒有付錢 所以這一邊 口同備爭 你沒理由跟她來張摔角 Condy說 如果是我老爸說這些話 跟我兄弟姊妹一定很心疼 我想她的子女都一樣 會看回以前的舊照片 大家一起很開心 孫兒孫女 為什麼會有這個女人 搞到她這麼僵的程度 我希望可伯可以叫回頭事案 有朝一日就這樣 就叫做最好 好不如這樣 我們今節來到這裡 好嗎 好吧